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Cookie的解键及使用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Section的解键及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Web项目中,我们通过Section记录用户的有关信息 以供用户再次以此身份对Web服务器请求的时候 我们也确认是不是这个用户,对吧 绘画的发明使得一个用户在多个页面同时切换的时候 我们能够保存他的信息 对比起Cookie Section是存储在服务器端的,以文本文件形式存在的 相对起来比较安全 并且也没有Cookie的那个4KB的这个限制,对吧 长度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由于我们这个Section是在服务器端以文本文件形式存在 那他就不害怕客户端修改Section内容 实际上在服务器上的这个Section文件 PHP会自动修改Section文件的权限 只保留了系统读和写的权限 而且不能通过FTP修改的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Section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来看它的简单使用 首先它有一个函数 叫做Section ID这个函数 这个Section ID它可以传一个参数ID或者是不传 如果不传的话,它就会获取当前绘画的标识号 相当于是取得当前这个访问的Section标识号,对吧 如果传了一个参数ID 那么就表示把当前的这个绘画 它的Section标识号设置成新的这个ID 好,这是我们的Section ID函数 我们再看我们这个Section SetCook Parameters 它是设置这个Section的生命生存周期的 该函数必须在Section Start之前调用 我们大概备注一下 为什么在Section Start之前调用 因为它是对Section的进行设置的,对吧 你都已经开始使用了 你再调用的话 应该就不会成效了,是吧 好,我们看第三个函数 Section Self-Path 它是设置Section文件的保存路径 B也是必须在这个Section Start之前调用的 好,凡是在我们与Section相关的 我们就必须要调用我们的Section Start函数,对吧 这个Self-Path这个函数也是要在它之前的 好,我们看一下设置代码 来,我们看这个文件 首先我们设置了一个路径的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设置了一个时间戳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第五行 设置了这个Section的保存路径 通过第六行设置了这个Section的生命周期 然后第八行调用了我们的这个Section Start 第九行我们就把这个Section复值了,对吧 来,我们访问一下 你看,它是在服务器端的,我们这里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Section ID,对吧 这个默认问一下这个默认的名字它叫PHP Section ID 然后它的值,它的值对应就是我们这个Section ID返回的这个函数 来,我们把这个打出来 来,我们保存 大家放心 那跟它一样的,对吧 这就是我们Section ID的这个 然后如果 我设一下 你看 我们在这之前设,好吧 我们看它的这个这个时候的Section ID是多少 来,清掉 重来一次 你看 它还是没有生效,对吧 但是 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 这个值是在我们的PHP R&R里面有设置的 而这个值 是通过我们的Section ID这样直接复值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demo实例 然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 如何为我们的Section 复值的这么一个demo 然后我们看代码啊 其实跟刚才的这个实例是类似 有点 你看 我们正常的 web 项目中 我们如果要使用Section 我们直接到网约前面 调用Section 对吧 然后后面 我们就给这个Section 这个数字里面的复值 就OK了 好 我们现在这里 这个实例里面 我们设了一个 Key文类 Value文类的 这么一个 变量在里面 对吧 附在我们这个Section 数组里面 然后 我们看 获取的一个demo 看 我们在这个demo里面 我们获取刚才设置的 首先我们也是要调用Section 大核数 然后再从这个数据里面 获取 对吧 那么来 我们写 访问一下T1 它会设置一个Section 然后我们访问T3 获取这个Section 对吧 它在这里 来 我们再修改一下 我们把T1设置为0,1,2,000 对吧 来 我们刷新啊 然后我们第三 在这个demo里面 我们就要获取 刚才设置 对吧 你看 变化了 是吧 那我们看 我们会设置Section了 我们看如何取消它 好 我们看这个式 所以首先我们也是调用了Section 大核函数 对吧 然后我们第四行调用了Onset 从Section这个数组中 删除了单个的这个key 那这个时候肯定再获取的话 获取不到了 是吧 然后我们第六行 把整个Section的数组 设置为一个空数组 那么它里面保存的所有数据 都会被清掉 是吧 然后第八行 调用我们的Section Onset函数 释放当前在内存中 已经创建的所有Section变量 但是它不会删除Section文件 以及不释放对应的 这个Section ID的 然后第九行 我们调用了这个SectionStory 删除当前用户 对应的Section文件 以及释放掉我们的这个Section ID 内存中的Section变量 内容依然保存 然后我们这么一溜下来 单个的删除 全部删除 然后释放内存中 创建的这个大写的Section变量 对吧 然后第九行 把这个对应的Section文件 我们都删除了 给释放掉了 这样就完完全全给删除了 对吧 我们一般第四行跟第六行 基本上不会统一使用 一般使用第六行就OK了 我们正要删除Section的时候 我们很少要删除单个的 我们一般是把里面当前绘画的所有Section那种都要删除 对吧 所以可能第六行我们建的次数会比第四行建的次数要多很多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Section路径 对吧 看 我们刚才 看到了这个Section ID 对吧 我们看里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AA 都是我们设置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 看 它名字是 Admin 它的Key名 对吧 它的Value 它是个In的类型 然后是个1 来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看 这个 这个里面Section是空 我们可以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Section文件 在服务器端有文件形式存在 对吧 好 在调用我们这个Section大致前 我们要注意 一定不要输出任何的内容 来我们回到 我们的 这里面 首先 Section 大致前 不要输出任何内容 不然它就会报一个错误 叫做什么 Headers Already Send 什么东西 一般出现这个错误 你就去找Section 大致前 肯定有那种输出 对吧 去掉那个输出 应该就已经正常了 然后有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碰到 一些Warning信息 它会提示什么 Section Start 然后是Open什么文件 然后Fed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Section的这个文件 这个Path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设置的错误 它会报道类似于这样的错误吧 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没有指定的我们Section文件的这个存放路径 一般来说我们在安装好这个服务器之后 它基本上我们的PHP有给它设置一个目录的啊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每次都自己去设置这个路径的 在PHP 在RNR里面 一般都有设置 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 应该就是我们没有指定它的这个路径的这个设置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这里erkp 对 快个人 inst启 节奏 等等 空 前运 转 转 转